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科幻神剧西部事件的前身电影版西部事件 故事要从一次真人角色扮演说起 律师和朋友一起前往成人乐园德洛斯 园区里全是机器NPC 游客可以为所欲为享受现实世界无法体验的快感 却不用为此负责 园区共分三大块 西部、中世纪和罗马 律师和朋友选择了狂野的西部世界 两人换上牛仔服来到冒险者的天堂 律师被眼前如脚包换的场景惊呆 两人来到酒馆喝酒 不时向了牛仔却故意过来找茬 酒水洒了律师一身 牛仔嘲笑两个后生仔还没断奶 律师敢怒不敢言 朋友一旁煽风点火 牛仔继续装逼 律师忍无可忍 按捞规矩和牛仔决斗 电光火石之间 律师拔枪送牛仔归西 决斗胜利 律师却陷入迷惘 这感觉真实的让人害怕 为让律师放宽心 朋友让律师举枪朝他射击 机身被按下却没有子弹射出 原来枪上自带传感器 只有对机器才能射出子弹 酒足饭饱 两人来到西部旅游馆循欢作乐 律师平常高居庙堂放不太开 恰逢屋外有人抢劫 律师本想主持正义 朋友却不为所动 律师只好作罢 嘴上义正言辞 身体却无比诚实 夜间维修人员进入园区 拖走报销的机器人 全部送场返修 园区主管指出 近期机器人故障率抖升 原因不明 其他专家不以为然 已寻行尸走肉的机器而已 一日清晨 园区重启 朋友正在刮胡 前天归习的牛仔却再次上门 拿枪指向朋友 律师及时赶到 围着玉京再次送牛仔上路 不料西部世界换了天地 警长化身执法先锋 逮捕律师 现实中没坐过劳 现在总算不齐了 朋友和警长理论 我们只是自卫 警长却义正言辞 我是法 我是天 有冤情去法庭说 软得不行之后来硬 朋友暗中送入炸弹 助律师逃出生天 坐见越狱 一个不辣体验了个变 朋友人不过瘾 当场设差警长 两人策马狂奔 化身黄昏双标课 荒漠休息之时 两人遭遇眼镜蛇袭击 朋友手臂被咬伤 园区主管顿觉不妙 机器怎能攻击人类 这机不科学也不逻辑 另一边 老色鬼人老星不老 来到罗马园区 体验帝皇租尔 宫殿之中 偶遇漂亮宫女 老色鬼色心大气 将宫女幼稚请宫 想要开车 却被宫女巴掌伺候 园区主管大获不解 专事服务的机器人 却拒绝服务 究竟是人有问题 还是极其有问题 漂亮宫女被返场修理 下一次她还能拒绝吗 老色鬼来到宴席 偷吃鸡腿 情敌持剑要求决斗 皇后利临坐山关虎斗 园区之外 监控员密切关注 随时准备查房 黑袍骑士越战越勇 一键挑上国王手臂 主管下令封进黑袍骑士 不料系统出现bug 怎么封也封不住 老色鬼一命呜呼 黄昏双标课 一夜狂欢 走在清晨四点的马路 牛仔完成返场修理 再次上门找茬 这一次朋友站了出来 你尽管拔枪 能打到我算你狠 牛仔拔枪射击 减速外挂却不再有效 朋友应声倒地 这个牛仔真的有点横 牛仔一脸冷笑 轮到你了亮仔 律师不敢拖大 急忙奔走唐明 公司发现机器人全部失控 即刻下令断网断电 然而机器人还有储备电量 足以狂欢好多小时 控制厅大门失去电力 无法打开 公司员工被全员闷死 牛仔一路追踪律师 律师企图峡谷伏击 却被牛仔看破 虽然哥的眼里都是马赛克 但依然能看到最动人的风景 律师策马狂奔 陆遇公司员工 律师得知机器人全部失心疯 继续奔跑逃命 牛仔随后赶到 送员工领了盒饭 这一次我当猎人 你当猎物 律师逃到罗马园区 地上尸横遍野 律师打开井盖 进入中央控制区 发现员工全都领了盒饭 牛皮堂牛仔阴魂不散 追到中央控制区 律师假装机器人 握倒手术台 牛仔发现这个猫牌货 却被律师一杯硫酸 毁容破相 这是多大丑 律师趁机逃窜 牛仔发现手枪电力不足 仍未放弃吹杀 律师逃到火把地下 发现牛仔成了睁眼瞎 原来刚才的硫酸坏了眼睛 从此 马赛克的世界 不再干净如星 律师发出声音 牛仔反身扑杀 却被律师拿下火把 燃成灰烬 律师来到监牢 发现漂亮宫女被绑住 律师为她喝水 不想去送她短路 脑子里精水 竟是这个下场 律师惊魂未定 一路打量美女 黑他牛仔竟再次冒出 好在只是虚惊一场 毕竟她不是终结者 律师看着眼前的一切 已经分不清真假 这是现实 还是梦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爱你们的心情 我们下期再见